欢迎回来啊,各位,咱们继续啊,不照顾路人了,反正这个游戏也没人看,自娱自乐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补,反正就是说这一坨自扰生人的恶灵,被咱按在地板上摩擦了一番之后,自认不敌,落荒而逃,破窗而出,那咱控制这个主人公这个小蓝人啊,但是从整三界,肩上这个责任,怎可把笑,追下去,应该跑了不远,咱得把它彻底弄死啊,毁形灭性,感情杀绝,哪怕剩那么一丁点云腻还会到他处蔓延这种恐惧,毕竟咱来了目的 就把它清除干净啊,现在从战局看起来,貌似咱可以全身而退啊,挺好,不过他从这个阁楼跑出来,应该看起来,应该跑到户外了,跑到那片林子 这,这,场景有变化,这是,啊,H,Killer,U,Killer,HR,H,杀了他,净枪了,是一个提示啊,下面什么东西,枪了,变枪了,真是枪,你这不给我闹了吗,用枪能解决还请什么神父啊,而且他们就一发子弹,神父拿枪对抗恶力, 没听说过,头一回,而且他们说我试一下枪,没了,就一发子弹,玩我呢,拿什么K了喝啊,而且子弹用完了,你把枪留给我啊,枪拖着我也能撅拾他,我是这么想的 算了,他这个枪可能有用,但是啊,审定来讲,如果拿这个猎枪能把恶灵击退,应该就没有咱这一遭了,这个宅子宅主马丁在刚开始遇到恶灵的时候,他们能没用枪试过吗,肯定用过,这地出美国,哎, 哦,这把枪是切平刷,无限的,相当于无限子弹了,就不知道咱俩这把枪触发什么的,肯定又不是触发消灭了,哎,这不是镜子吗,之前,镜像,那个K了喝是镜像,左右翻转,那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哎, 的确可以打碎,但是,让我们干什么呢,要不再来一枪,哎,没错,直接刷出来了,你看他这个K了喝,这是镜像吗, 哎,不行,再来一枪,按理说这个设定是对的,打破镜面,跨维度的一个入口,到了另外一个维度,才能和这个恶魔的纯能量挺抗风,对不对, 因为在咱那个三位世界,或者人道世界,咱是看不到他真身的,他只能靠寄居人的肉身,去向外界,或者向身边的人,输出他的邪恶,无道, 完了,完了,我他妈惹过了,哎,对对对对,等一下,我看下,这应该就是终极boss,恶魔纯能量挺,镜面世界,在另外一个维度里面是抗风,对不对, 反正不让他跳过来就对了,对,不行,跳得太紧了,没机会输出, 这个打法倒是很简单啊,和他周天见了,但是你仔细看周围里的白虎三分,这一定的残憾,我不知道是类似艾米这样受害者,还是历来的曲某人,走到这一步,居然在这儿,如果是后者,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位啊, 我可不想跟那个唐僧似的,前九世,全那麽的流沙盒交代了,走走走,有点快了啊,所以我可不想成为串,这次遇到我了,该交代的是你,行了吧,死了, 哦,行,感觉也没什么难啊,这应该是终极文档了,真相或者收尾,是一篇日记啊,写于12月30号,在1986年,1986年的最后一天啊, 他说亲爱的马克格罗三医生,马克格罗三又是谁啊,反正这个医生头回见啊,反正以他的课文就是说, 我这30天,30多天以来啊,一直待在这个耶勒精神病院,what,这是一个病人写的,一个精神病人写的, 他说在这个斯帕尼尔的耐心辅导之下,就比较专业的心灵辅导之下,他帮助我解惑自己的内心的痛苦,帮助我瞻仰未来的曙光, 接受已然发生真相,排解内心的苦闷,就是九个月,就是九月份在马丁家发生的事情, 卧槽,我感觉这个剧情是不是要跳反啊,然后他接受啊,首先我得承认, 就是在马丁家发生这件事啊,并非是什么跨界之物侵袭,恶魔献身人间这些超自然的事件, 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他就说,而是一个独立教会,出于愚昧与邪恶的崇拜支配之下, 以致一个无辜年轻的女孩被视作邪恶的巫女,以暴力的手段,怪以上帝之兵,将她置于绝望,置于迫害之中, 直至将其折磨至死,而主导人就是她的父母,我的天,这个剧情跳法再暂且不提, 在半天打了个啥,看她接着怎么说,都是我现在大可以敞开心扉, 推心致富,一丁点不保留地吐入我自己的心声啊,就是我现在状态很好, 所有的心结全部都释怀了,教授这个真相以来,我也不做噩梦了, 从来没有我如此的恬静,心平气和,所以鉴于以上的汇报, 我恳请愿方啊,能他妈释放我,我已经不犯神经病了, 当然这也得取决于我的主治医生那个Safnil,最后署名是约翰, 沃尔德,沃尔德,沃尔德,what,这弄了半天,咱是个神经病啊, 人格分裂啊,也就是上年的驱魔是邪教的暴力行为, 是个一年咱这回独自前来了结此事,还提到了没有受到梵蒂冈的授权, 其实他妈什么神父啊,助手了,都是他们一个人, 一年前目睹了非人灾的一幕,做上病了,结果这回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可以这样分析吗,那上年这个暴力就是因为死亡圣神某种邪恶的祭祀, 被当做巫女给清除了,然后咱控制主角可能是参与者, 也有可能是旁观者,目睹这一切出于人类道德, 扛不住心里的压力,直接给自己来了个角色医患, 站在正义的一方,一心要解救这个女孩, 其实女孩在一年前早就死了,这个反转是不是有点大了, 咱接着往下后边看看啊,游戏还没结束,后面还有剧情, 弄了半天咱是个神经病,来着个宅子自导自演, 好演一出虚魔大戏啊,这还给我们一把钱, 而且他最后这一封不能算日记的,只能算是汇报, report,就是精神自检报告,可能得到批准啊, 所以他才出来的呢,但是画照好说,他始终没跳出这个信息啊, 没跳出这个圈子,禁闭岛都看了吗,那个李安纳多演了那个泰德, 咱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呢,反正回去吧, 原路返回他呢, 而且他这个剧情的奖励啊, 你看马丁夫妇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视作巫女儿啊给裁决了,这应该是事实, 好像这两口跟墨里这种邪恶的祭祀啊, 死亡圣神,你别看他这个骷髅啊,是个女性, 在他那边被称为教母,有时候他的原型就是圣母玛利亚天主教嘛, 就是圣母玛利亚在墨西哥的化身, 被称为庄王卢佩, 西班牙语啊,就是圣母玛利亚来到车了, 咱现在可以可以不可以啊, 我操,不是说好没有谢灵了吗, 又在这念经了啊,都是圣经的,我就不翻译了, 反正算是安全回程, Windows我没有在吴陷子, 我会不怕死, 或是非那会进门的, 因为我为了我的忍遥能力, 我会被害到我禀的, 因为我会把我建议的, 我会把你承诺, 所以会让他我要为了, 我会喘邀他, and he will answer me he will be with me in trouble he will deliver me and honor me I can't explain what happened at that house I can only have faith that I did the right thing oh I can't understand 首先你看这个结束画面 它是多结局了 我直接打出了第五个结局 点题为信念至上 信仰至上 应该是好结局 因为你这样分析就知道了 算了 我边看我边分析 他最后背剩下这一段经文 我都有点洗脑 但最后有两句 就是我虽然不知道 我这一回前来驱车到这个地方来 经历着啥 但是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 最后点题信仰至上 这是第五个结局 我为什么说它是好结局呢 按我刚才分析没错 包括这个文档也是 大提的就是在这个神行绿谷 发现一种动物 一种动物残骸 这是一个警方的报告 好像是这种动物 被卡车给创了四分五裂 五内聚碎捏都捏不成个了 然后警方介入开始调查 拿回去研究 也没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动物 也不是鹿也不是蛟狼之类的 然后实在没办法了 请到生物学专家 你看最后一段 专家来的时候建立一番 别人没多说 他给到的专业的结语就是什么 这个动物体表无毛 贫响 还有就是明显患有这个 Ricchitis 沟露病 应该是沟露吧 沟露症 就一般儿童缺乏维生素D 导致骨质疏疏 发育缓满 现在那些稳乱 维生素D是啥 主要是来源于阳光照射 紫外线的供给 也就是说这个动物 你看我都说到这了都翻译到这了 他肯定不是个动物 就是一个小孩 常年被幽禁在黑暗的环境 就是在控制主角上年亲眼目睹的这一番邪恶疑似的非人现场 以至于让自己触目惊心 那真是惊到心了 惊出神经病了 然后被关到精神病 积极配合治疗 获得了出院的许可 还没完啊 他还要自己架上帝的信仰 亲自过了这心里这一道坎 所以自导自演这么一出去莫大戏 不管是真是假 自己相信是真的 架着信仰 如获新生 归了其了 这游戏点替不就信仰了 所以这个信仰的确是能抚慰人受伤的心灵 这是好事啊 所以我这直接打出一个好结局 为什么我说它好结局呢 首先它第一个是5-5 最后一个结局 终极结局 点题也是信仰之上 回程路咱也看到如履平地 念经的同时也算是 诚心皈依我佛 如是重负 从获人生 所以是个好结局啊 只不过前面还有四个结局 哦 这就是不同结局的分水岭 决定权在于你拿枪去干什么 是不是 那各位稍等一下 我查过攻略 再看看新鲜 好我又回来了各位 没什么新鲜的 我看了文字功率啊 就出了门 往左有两个结局 然后往右 我还有两个结局 加起来正好四个结局 多一个字也没看怕剧斗 反正往左有个关键词是石镇 咱之前看过那个地形啊 然后往右还有个关键词是库房 第一次拿到钥匙的位置 然后至于其他两个我就没看懂了 那走着看吧 先往左走看吧 应该不难找 一个一个打 好结局都打出来了 好结局打出来了 这个肯定是坏结局 问题是个坏结局 你怎么讲很简单 大厅那个K入贺红色的写计是给我们提示 而且我们现在是按照那个提示 执行他的命令 这按游戏操作没问题 问题是那个K入贺是谁写的 镜像里面的恶魔写的 因为他世界是左右反转的嘛 所以他写的东西给这些左右反转的 也就是说在听从了恶魔的指令去做事 那后果可想是恶魔并没有被清除 这句可怜的躯体只不过是他的容器 好一招借刀杀人或者是双重借刀杀人 听我怎么跟你讲啊 第一层借刀杀人他要杀这个妮子 从而加固咱的心里黑暗面 成功了吧 第二层借刀杀人 就像那个观音跟孙侯说的 杀妖是你的功德越多越好 杀人是你破戒 扰乱六道也有违人道法则 放在这个游戏的世界观 杀人你得偿命吧 你跟警察你跟法官说 这个妮子他被鬼杀身了 你把这个证词给自己辩护律师说 他都不接你这黄 所以咱有可能出不了这个山区 出了这个山区 那也得亡命天涯 果然不出所料 第一个坏结局打出来了 电梯名为Mudler 忙活了半天 对抗乱为邪物 没输在阴界 输在阳界了 冠以Mudler的名 人间电仪早就给他准备好了 电闸已经痣痣的作响了 其命运可想而知 至于这个结尾陈词 我就不看了吧 应该和我的猜测没有相悲的 仅看最后一句 他说咱控制这个主角 其实冒充牧师的一个杀人犯 小品后期可以在这一段做翻译 其他都不用翻译了 全程我都口译了 没必要暗张翻译了 然后咱现在往右走找到库房 到了黑影 不废话直接杀 我他妈一度以为他会跑过子弹呢 子弹差点没赶上他 但是有蹊跷啊 死了说也死了 死了 但是不对 虽然西方的宗教不靠谱 但是原理是相通的 物理攻击是绝对摧弹不到恶魔的 消灭不了邪祟 能消灭了那都不是 而且这个黑影跑的时候 各位听了没有 苍茫而逃 非常惶恐 咱可能又杀错好人了 但是这个坏结局怎么讲了 这个黑影是恶魔手下 他一直以这个小怪的角色出现啊 对不对 难不说他是鲍勃的灵魂 或者是Amy 无处安放的灵魂 那也不对 刚才说了 灵魂纯能量 物理攻击是无法摧弹他的 咱看看下面怎么演吧 灵魂纯能量 灵魂还没念完 菊花让人给偷了 打出一个坏结局2 电梯为 father and the son 什么意思啊 咱看看封底怎么说 尊敬的GIFT是一个主教 教主 那应该是上升给梵蒂冈的带头人 天主教宗教领袖的汇报了 直闭着就说 我开头就说了 我就直言不会了 他说这个 迈克尔 怎么又出现一个信任 迈克尔 在游戏全程 咱有读到迈克尔相关的信息吗 被恶魔附身了艾米 他的父母是马丁 两个儿子双胞胎 一个是叫杰森 一个叫耐克 远丁是鲍博 牧师约翰 神父奥尔利德 没有一个叫迈克尔 咱看吧 反正用这个汇报人的第一口音就说 恕我直言 当时宁不在场 你还不能全面了解迈克尔问题的严重性 他现在是生命与灵魂 濒临村王之机 一念之差 有可能人魂不知 阴阳不定 反正在过去的好几周呢 我一直陪着他 帮助他 拯救他 看起来貌似有些许的灰魂 但我一旦放松警惕 内心的黑暗 疯狂的反扑 一时间就让我招架不住 这个工作让我 那叫一个身心俱疲 而且这个迈克尔 我不仅不能让他靠近他的家人 与他的家人 与他亲人接触 我甚至不能让他的亲人去看到他 虽然他现在灵魂备受煎熬啊 这是我能体会到的 我理解 但是眼目瞧 看着他肉体 逐渐瓦解 直至化为乌有 心里憔悴的我 也是束手不扫 我好像明白了 这个迈克尔就是个白影 这个白鬼 最后潜伏在他车里面 偷胎菊花 这个白色的鬼影 反正这个直逼着 最后表示非常的沮丧 对抗这个恶灵 毫无胜算 看着个笔封 貌似要与之 同归于尽 我可以确定 我肯定丢什么文档 尤其全程都出现 这个白影 在这个林子里面啊 但是就没有解释 这个白影从哪来的 肯定丢这一份文档 但是可以猜啊 大概这个迈克尔 应该是居住在这一片林子 这片地域的另外一户 为什么这么说 他只出现在林子里面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坏结局 通过这个文档 咱有得解啊 咱之前在那个库房 杀那个黑影 也许就是这个直逼者 隶属于这个梵蒂冈 这个教廷 麾下的一个牧师 当年派遣他来 对抗这个贤灵的牧师 所以才有这一份工作报告 只不过这个牧师 说完这一帖 发出去之后 就已然决定 用自己的暗能量 气 小宇宙 查克拉 不管你怎么叫吧 就利用自身这个灵魂啊 去封印完全被吞噬 麦克尔的这个贤灵 麦克尔本身就是一个 普通的平民 但是此时此刻 他已经完全被吞噬了 这个文档上面写的清楚 所以这个牧师两头一跌两 负一而亡 也不算白死 不能完完全全控制他 至少可以限制他的活动范围 减少对生人伤害 但是刚才在那库房 找到的就是这个牧师 他的本体了 把他一直禁锢这个邪灵 半肉不肉 半灵不灵 这么个戒指 给一枪给秒了 好心办坏事 结果这个麦克尔这个白影 胡之欲出 无法无天 当然第一个加害的对象 就是离他最近了 就是咱咯 各位你看我这个坏结局 讲的通不通啊 只不过他这个结局 点题为负与子 我就讲不通了 我肯定少看文档 我也懒得去找了 如果我要是猜错了 哪位观众了解这一段剧情的话 可以在弹幕做个备注 行行行 别想了 咱打下一个结局吧 完美结局要打出来就行了呗 这后面一段都是送的 好吃不挑对不对 咱看这个结局怎么说 往哪走来着 呃往左左左左边右边各一个 先往左走吧 有个时任 哎就这啊 之前在见我啊 一个小动物 咱还被残忍了给献祭了 但是咱端个枪过来 我不太理解 咱下面要做事 他也是死了 不管他是个畜生 还是他以归天命啊 咱还要拿这个喷子 羞辱他的尸体吧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走吧 咱边走边想 咱不会是完成他这个邪教的邪恶仪式吧 那么时任吧 你摆好了 济瓶也放上去了 警察最后一声礼炮 完美收官 也算是臣服于恶神的脚下 一个代表线的小为 只不过咱可不是这个初衷啊 只是为了打个坏结局 而这个坏结局仿佛就往这个方向推演呐 在咱们忽然不知的情况下 被强行拉 拉入伙了 这不点题offer应 祭品 哦 这次是红色的字体写的 Hello Amy 咱不是Amy啊 这封信不是给咱的 但是我很对不起 哦 他说很遗憾听到你父母的决定 他们并不理解他们不明白的事物 看着一句我就知道谁写给Amy的 就那个幸福死亡上身的家伙 之前和Amy一直通信 从另外一个视角阐出这个事件真相 Amy并不是被鬼上身了 而是鬼迷了心窍 心智不成熟的小女孩 被个邪要粪子给传火了 你看他下面怎么说的 他说我知道你只有17岁 但你的心智与认知能力 已经超出了成年人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你也知道你的生活 你的未来往生何方 没有人可以阻挡你追随梦想的那个心情 甚至你的父母如果需要什么帮助 请通知我 我保证带你畅通无阻 振翅飞翔 咱跳出一嘴 他的意思不就是排除异己了 垄断思维 禁锢认知 要有拦路时或者冒尖的 直接割韭菜 然后下面他接着说了 他说你看 就是我们的秘密集会 非法组织将在每周六进行 地点还是老地方 哪呢 诊所 我现在周一明白 之前那个Amy为什么说是在诊所工作了 给父母每期明约说是志愿者活动什么 也到年了17岁 参加各种社会的社团组织对不对 但是这个社团组织 可不怎么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他逮着了 打到这儿我才明白 这些坏结局不能站在我们控制主人公的第一视角 去推演剧情 我们可能是充当任何一个角色 主要是为了打出这个坏结局最终这个文档 揭露真相这个叙述 这个坏结局就相当于咱扮演了Amy 完成了这个邪教组织的献祭活动 然后信了邪教嘛 对不对 人还能有好吗 而且你看他这个年龄17岁 认知的谋话初期就被这货给洗脑了 那有好吗 接着坏结局往分水岭之前那个剧情去引 去捏 也能说得通了 信奉了邪教 引火上身 清纯小少女 秒变恶魔小少女 自愿献身给邪神 作为自己上帝下凡的容器 那他的举手肯定是狂被舞蹈扭曲变态 从外者来看 必然是杀之而后快 包括他父母也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不忍 所以他请了牧师嘛 无缝衔接吧 有点小bug 但是通过我解说的脑补啊 也是强行把这个剧情的节奏给拉满了 所以这个结局够坏了 不能再坏了 咱看下一个是不是更坏 最后一个了 这次是杀动物 人畜无害的梅花路 让他一枪子是给崩 按照管理咱先猜吧 省得一会儿我废话了 游戏全程那个白影 迈克 一直在无度的参食这些梅花路 咱都亲眼所见对不对 作为一个恶灵 那肯定不是为了吃肉 他们探图的肯定不是物质 而是这些梅花路的灵魂 虽然没有咱人类的灵魂鲜美啊 但是机不择实嘛 所以这梅花路肯定也被黑暗市里所侵染 那么咱杀了一头鹿 就代表着 操天羊羊羊 你能不能不要念经了 念一行你能不能换个音质了 鹿高子成经了 我就那么想了 超会人生 给转出了功务 但是在架口坚定的信仰 身材之间 带着一丝气的也要拿上这个身材 那则Hunter Hunter的不是这些野生肉物 这些长期作为寿命目标的梅花路 受黑暗侵袭反客为主 Hunter是人类的灵魂 咱手当其中成为了第一个猎物 猎人却是这些鹿高子 真是那句 明月太虚同一照 暗黑的神仙不吃药 大地之上暗火烧啊 万物生灵 对我道 的土壤 火烧啊 野生灵 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